他的哥哥就跑去找阿公 那因為阿公也很有錢嘛 他們就大家族嘛 那阿公一聽我的孫子大孫 在外面欠了一屁股在 然後會不會有危險 會不會被就是被人家 砍斷手腳這樣子 然後又那個 他哥哥又去跟阿公哭訴 跪 說什麼欠很多錢 跟阿公叫阿公幫忙這樣子 那阿公當然就是跟 回來跟自己的兒子 就是那個他爸爸講說 你怎麼沒有出手幫你的兒子這樣子 然後他們家就為了這個 這件事情就就鬧煩了 那立芳啊 你的小朋友多四個 對啊 這個事情你覺得太過了 我有太過了 不過我可能 不方便在節目上 不是 就身家沒有像素率是這麼高 所以我應該沒有這樣子 這麼多的相關的困擾 那我自己是有在想說 我現在差不多啦 有要去找這種相關的信託 因為我也不會 因為我名下沒有房子 所以就不會有那種房子 要給很多人會跟我說 立芳那你四個小孩 你名下沒有房子 你先生有啊 但是那就是他可能會去做一些分配嘛 因為他還有妹妹啊 小姑嘛 這也不是全部都是他的 那我覺得小朋友 我們從小就會跟他講 就是說其實你是靠自己 因為我們也是靠自己長大的 而不是長大 就是自己沒有說上一代 有給我們什麼樣留下來什麼東西 那自己努力是一定要的 那我覺得頂多就是我可能會有一些保險金的規劃 是給他們 那這些都是我在繳嘛 那另外的部分 如果未來我剩下 我其實退休後 我有跟他們講過一件事情 就是說媽媽以後我要去住養老院 所以你們每個人 就乖乖地去賺錢 也不用一直來看我 你自己做你要去住養老院 對啊 我覺得住養老院比較溯息 為什麼 我覺得有人會顧嘛 這個三 就是三餐 我也不用自己煮 然後又有一些不錯的 就是景觀或是什麼的 然後又有辦 也有醫療環境 對 然後養老院 因為其實又有很多的相關的娛樂的活動 那我覺得我趁我身體還可以的 假設七十五歲以前 我覺得應該身體還可以 我還可以去參加那種 報名去參加旅遊團 還可以去玩嘛 不要自己 我可能五十六十歲以前 可以自己去一個人旅行 你的小孩最大多大 現在大三 二十歲 小孩呢 小孩呢 十歲 還不到九歲 那我如果有事了 會跟你問說我們家幾間家 不會 不會 不過他們會去Google新聞 就說媽媽你有兩千萬對不對 我說哪裡來的 我沒有啊 他說他就看人家受訪嘛 因為我一直跟人家說 我五十五歲要退休 我存到兩千萬 五十五歲就要退休這樣子 所以大家就小朋友Google完 就會覺得說 那個我有兩千萬 我說如果我有兩千萬 我現在 我現在還需要這麼認真地 出來上班嗎 因為對小朋友來講 兩個就很多很多錢 有沒有 我就說如果媽媽有真的有兩千萬 我還需要出來上班嗎 他們想想也有道理 而且我就有訪問說 你看你每個月按清班費用 一萬多 誰在繳 這個不用花錢嗎 你看老朋友有多可憐 老朋友都跟你說 我沒有兩千萬 你看你們花那麼多錢 然後我們還有那麼多貸款 對啊 你不能讓他 都要把孩子打窮 對 不是 我覺得這個是 我的教育觀是 你要讓小朋友不要覺得說 我以後就等著 有東西拿 然後呢 奉養父母是你的責任 就像我們現在養你一樣 我們現在養 之前養爺爺奶奶嘛 那你們看在眼裡對不對 就是要養長輩 以後我們現在賺錢養你們 以後你們賺錢就要養我們 對 我是希望傳遞一個 這樣正確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 你幾男幾女 兩男兩女 以後才產平分嗎 平分 我覺得是平分 因為我自己比較偏好女兒 對 然後在我的洗腦之下 我的大女兒 些高一的這個 他已經就是 他就是比較厭世少女型的 那每天就有很多的抱怨 很多的怨言 上課多無聊 同學多無趣 然後直接一大堆 可是他這樣抱怨 我覺得反而是好的 有些我最怕的是悶在心裡不講 所以我就聽他抱怨 聽他講 然後我就說他不會啦 反正就是還是得讀書嘛 那等你出去工作 其實也是這樣子 要領人家薪水什麼 他就 他就嘆了一口氣 我說怎麼了 他說 我覺得我以後是不會有什麼錢的 我說為什麼 為什麼要這麼喪 你成績不錯啊 怎樣怎樣 他就說 我以後領了薪水 我還要養你耶 我怎麼會有錢 我覺得很棒耶 我女兒把我放在她的心裡 對 她以後知道要養你 對 我覺得我從小的洗腦教育 有成功耶 這是教育啦 不是洗腦啦 對 這個以理這邊有個案子 是長孫要求自己的爸媽分財產 不成跑去對阿公情緒勒索 對 其實我有一個朋友在南部算是 他們算是滿大家族有錢的 然後他們家有兩個兄弟 然後還有兩個姐姐這樣 然後姐姐都 姐姐妹妹都沒有在工作啦 因為他們就是爸爸就會給錢這樣 然後哥哥跟他都是在爸爸的公司上班 那我那個朋友是很認真上班 然後他的哥哥就是會太胖 就想要去投資 比如說投資餐廳啊 投資哪些什麼東西這樣 然後必投必敗 就是每一次投 就是都瞭解 旅投旅敗 但旅敗旅起 對 也沒有旅起 就是每一次都投 好像投七八間公司吧 然後可是問題是 他在投這些東西的時候 他沒有 可能沒有跟家裡面的人講 然後就欠了一屁股債 然後因為投了沒有錢 就去地下健床借錢 他哥哥就比較像是那種 有點像是 好像覺得 反正家裡就很有錢 可是家裡就算再有錢 你也會做資三空 然後可是他就跟地下健床借 然後借 借到最後就是 事情就要扛 然後扛之後呢 他就去跟自己的爸爸說 不然你把財產分一分就好了 就是說因為財產還不分的嘛 我們到這裡好 不然你把財產分一分就好了 我自己的事情 我自己負責這樣 聽起來好像還蠻有那個 他爸就覺得說 你在外面這樣 就是弄成這樣子 然後回來還要跟我要錢 你怎麼都沒有檢討你自己 然後他爸爸就生氣嘛 當然我在猜 四十幾歲了 他已經成家立業 哥哥已經成家立業了 然後後來這個爸爸 其實我覺得這個爸爸也是 應該也會出手幫忙 可是因為可能兒子的態度 不是很好 後來就跟他講說 沒有 就是你要自己解決 結果後來這個 他的哥哥就跑去找阿公 那因為阿公也很有錢嘛 他們就大家族嘛 那阿公一聽我的孫子大孫 在外面欠了一屁股債 然後會不會有危險 會不會被就是被人家 砍斷手腳這樣子 然後然後又那個 他哥哥又去跟阿公哭訴 跪說什麼 欠很多錢 跟阿公叫阿公幫忙這樣子 那阿公當然就是跟回來 跟自己的兒子 就是那個他爸爸講說 你怎麼沒有出手幫你的兒子這樣子 然後可是我覺得 我朋友的爸爸也蠻有智慧的 阿公很痛大孫 他說 他說 我朋友爸爸就說 我今天如果出手幫了大兒子 那小兒子怎麼想 就是說今天你今天 就這麼一大比賽 然後你又 而且他後來又 他阿公剛開始第一次有出手 就是幫這個大孫嘛 因為想說大孫很累 然後就給他一筆錢 然後這個這個大孫 就是把一部分的錢還掉之後 他有一點就是 就有點覺得自己好像很沒用 然後就把另外一小筆錢 就拿到那個去環遊世界 就有點像是去旅遊這樣子 有點逃避現實 然後就剩下我 我那個朋友在一直在 他爸爸公司很努力的工作 其實爸爸也看在眼裡 阿公都沒有 阿公都看大孫而已 想說他辛苦啦 他經歷了這麼多痛苦 所以他去外面怕怕這樣 所以後來就導致 就是他回來之後 然後他又 就是這個大孫 又沒有去 就是記取教訓 他又繼續就是又繼續在 在投資在亂花錢這樣 然後後來阿公就跟這個爸爸 自己的爸爸就吵架 他們家就為了這個 這件事情就就鬧翻了 因為阿公是站在比較是大孫 就是覺得這孫子嘛 這大孫 就不能讓他在外面這樣欠一些錢 然後爸爸是比較迷你 他覺得我又不是只有你這個兒子 我還有兩個兒子 我有另外一個兒子 而且我還有兩個女兒要顧 那我不可能就是幫你擦屁股 對啊 其實這有辦法解決 他應該是說 他只有三個步驟 可以給這個爸爸參考 例如他如果孩子欠錢的話 他欠錢 那沒關係 我借孩子錢 今天他欠一千萬沒關係 我就借孩子一千萬 表示孩子欠我一千萬 以後未來當遺產的時候 這也算債權 那孩子要還一千萬 所以這個要把它立下來 而且要公證 就是說我借你 沒關係你欠一千萬對不對 好 那表示我借你之後 你以後就會少拿一千萬 這第一個方法 我先插個話 有個兒子會求婚 對 我把我們老的糟糕 他竟然叫我先收起 對 如果這不行 借據然後還要公證 他會覺得父母太無情了 對 他如果覺得這樣的話 就是第二招 那就不幫你還 那頂多幫你找律師說 開債務協商 因為很多債務人對不對 來協商一下 看多少 我們再看切幾層處理 這第二種方法 第三種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法律上有個叫做 因為結婚分居營業 如果你今天 可不可以先分財產 先分遺產給孩子 有這三個狀況可以 就跟他說 那不然這樣你搬出去 我分居我給你多少錢 那把它寫下來 當你分居的時候 給的錢 等於是我等於先分遺產的一樣 他等於先分一部分遺產 未來的話 假設他未來可以分到 一億的遺產 可是因為他已經先拿了 例如說五千萬 所以他要扣掉這五千萬 所以這個法律上的 如果知道的話 他可以做一些這樣 了解 今晚你有空來開放嗎 挑Java大神麻將手遊 即刻下載 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